你处处放着我 放我像放贼一样 你到底干我怎么样 你少在我面前自首划脚的 喂 这里是金安珠宝 请问叶太太在吗 您是珠宝店 您找陈丽华干什么 是这样的 叶长海先生前几天 在我们店里购买了一条钻石项链 昨天叶太太来接货了 我们担心是不是有什么质量问题 想来做售货的回访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奶奶 妈 妈 您来了 亦兰买了蛋糕 还等着您来切呢 其实根本不用等我 今天是你们的好日子 我过来 我就是想 给你们凑个热闹罢了 妈 你别这么说 我能有今天都托您的福 说得好 来吧 儿子 咱们娘俩干一杯吧 好嘞 谢谢妈 来 妈要祝福你 祝福你娶了一个好媳妇 谢谢 来 妈 来 去吧 来 来 来 去吧 来 去吧 雷华 今天真漂亮 谢谢妈 这条钻石项链 什么时候买的呀 项链 对 项链是长海送给我的 结婚纪念日礼物 是啊 妈 平常丽华也不跟我要什么 今天特别的日子吧 我就特别挑着个礼物送她 你送的是这一条吗 是啊 你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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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柳啊 我真的好心痛 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 你一点都不珍惜 怎么 长海后道 你当他是个傻的 这个不是还没有老年痴呆吗 你连我都骗哪 妈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你送了他一条钻石项链 他脑草拿到珠宝店去退了 钱他吞了 他现在脖子上戴着的 就是一个地摊货 假的 妈 不会吧 是不是您搞错了 我侮辱你了吗 程丽华 说 程丽华 是 项链我是拿去退掉了 不就是一条项链吗 我退掉了又能怎么样 妈 我就不明白了 我是您的儿媳妇 我生了乙萱 我带来了乙兰 伺候着您和长海 您还想我怎么样 您处处放着我 放我像方贼一样 你到底干我怎么样 你少在我面前自首划脚的 我才跟你说一遍 自从你进了叶家 满嘴谎言 今天 你当着你儿子的面子 把你脖子上这根项链的来历 说得清清楚楚 要不然的话 你别想再在叶家混下去 奶奶 奶奶 我知道钱去了哪里 其实妈妈 是把项链的钱给我了 你帮我当小孩子哄啊 你缺钱吗 她真的把钱给了你 她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你在玩什么把戏你 不是奶奶 妈妈也是为了我 我想换辆车 但是钱不够 又不好意思向您要 妈妈心疼我 我才会想这个办法的 而且她平时 哪里敢向您要钱啊 宝贝 你要换辆车 你跟奶奶说了 奶奶明天就给你去买 奶奶 我不是怕你觉得我太浪费吗 所以今天 就是一场误会而已 奶奶 我们去吃点东西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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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 奶奶 坐 奶奶 你看 我们一家人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而且今天 又是爸妈的结婚纪念日 我们就开开心心地 一起吃顿饭嘛 你看 这些菜都是我点的 都是您爱吃的 妈 妈 没事